那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房价了 大家都一直在讲说 那个接下来要这个怎么样减碳 然后定一个目标在那里 你说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获利 但是要告诉你 它其实会把房价垫高 好我们看到 这是这一期的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就要告诉你 这个已经默默在发生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 未来你会更有体会 碳费开征之后 房价真的会上涨 而且这可能一涨不得了了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为什么碳费跟房价会扯上边呢 郭文哥 现在中南部有所谓的 碳费保底的赌注正在进行 就是火三天就可以把一个建案完全销完 大家可以再赌一个说 我现在压100万下去 5年后可以赚100万 因为碳费一旦上路的话 房价只会继续往上涨 不会跌下来 碳费会保底 那我先来讲说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谈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碳费的省议委员会 其实本来在上个月开会 要有新的碳费的费率要上路 那虽然说延后说暂时没有公布 可是它其实还是会上路 就是2025年一定会上路 那它有三个版本会出来 就是先克300块 或者是克500块 那到2030年要克到3000块 那为什么会有3000块这个数字 是因为你必须要跟欧盟接轨 因为你不管你自己克不克 你欧盟还是要克 所以不如还是台湾 还提早去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2030年克到3000块 就不用把钱交给外国人 你自己可以自己克了这个钱之后 自己来用 所以300 500这个时程点 300 500到3000这个时程点 是板善钉钉的事情 是一定会做 因为全世界都要做 那一旦克了300 500 3000之后 其实会产生房价什么样影响 我们也会估出来的 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碳费的最高影响 以及可能会对劳务 就营建业的劳务 第一个是先影响建材 然后影响劳务 那把它分成两部分 就会有一个最低以及最高的涨幅 那如果我们抓到2030年 其实也没有很久 其实你说克到3000块 2030年其实也是6年 你现在买一个房子 你还是用3年跟5年在预估 因为交屋也是5年后的事情 所以你本来就应该要看 2030年6年后不是很远的事情 那涨幅会多少 那在台北市 最低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看最高 预售物可能会涨到8.9 那如果看到桃园跟台南高雄 其实都会到18到20这个涨幅 所以等于我们如果碳费 开增到3000块 跟追上国际水准 我们的中南部的房价 可能要涨到20%左右 难怪现在大家都往中南部去买 对往中南部 为什么中南部会有这个赌注出来 我们不能讲说这是一个不败的方法 我们宁可说它是赌注 那二手屋一样会涨成这样 就是二手屋如果 一样到2030年 我们把整个推估下来的话 二手屋涨的会比新屋 预售屋还要高 会到26.6 因为一样 新屋在涨 二手屋的屋主会觉得 我看行情嘛 有实践登录 周遭行情涨我也会跟它涨 而且很多人会抢说 那我会去抢买二手屋 一样中古屋也会涨因为会有联动效应跟毛 不管叫定毛 或者是所谓的持价登录都会影响 那我就讲说为什么会涨这么多 那还有一个计算公式 那计算公式 你可以我们看我们杂志 那我实地去看每一段 为什么营教成本要涨 我先去看水泥业 那水泥业现在都在推出所谓的低碳水泥 然后投资新的低碳的试算方式 所以你水泥最早涨5到10% 那钢筋会怎么涨 钢筋如果我们刚才讲了 如果刻300块的话 中钢一年要多60亿 如果刻500块的话 中钢一年要多缴100亿 3000块的话600亿 请问一下中钢一年有赚600亿吗 没有 所以很多钢铁业者就直接 现在我们说未来2030年 现在已经涨价了 现在开始他就发一个通告说 我现在给你的报价是不含碳费上路 如果碳费上路以后 我会随着另外一个报价 会有新的报价 而且这已经是板上钉钉 这就叫绿色通膨 对啊 绿色通膨 如果你等到明年碳费上路 你还收 因为很多建案的合作案 是可能一两年了 对 我现在都已经直接有这样的 那我们再看混凝土车 环凝土车现在有所谓的 电动混凝土车贵一倍 那我们到营建工地的话 以前那个板模 板模都是用木头做的 现在用变成铝的贵十倍 每个都要减碳 重点就是 每一个环节都在减碳 所以每一个成本都在上升 对 每个成本都在上升 你看光板模 我以前板模又重 可能会烂掉 那都是浪费资源 我改成铝模 台积电也要这个东西 因为你这样比较环保 这样可以重复使用 那你当然 你这个投资成本下去 已经转型下去 不是三五年 可以马上可以回收的 那规模经济可以 回到可以 足以支撑这个转型成本 那是一个中长期的事情 所以营建 整个整条行业讲说 中长期你的成本 是降不下来的 所以我这样每一帐去走 就可以涨 那我们往下看一页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就是你的建材业跟着涨 劳务所得会涨 所以不是光光碳费收了 你还有转型成本 以及劳务成本也会涨 会跟着调涨 再来我们来看 为什么中南部会变成 一大堆人会想要去投资的地方 是营造占所谓的房价比 在中南部的话 尤其是台南高雄 你看会占到40% 所以它的影响会相对的较为巨大 它是这样会转出来 那当然台北市因为我们房价是18% 所以占只有占18% 因为房价比较高 房价比较高 所以它占比较低 比较低 所以越往中南部会越来越严重 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 现在房地产有泡沫化危机 因为我们房价跟所得比 其实是非常高的 一般先进国家 可能都是到六倍以内 我们是不吃不喝 要15年以上 那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已经泡沫化 或者是房贷占加户所得的 所以越所得其实也非常高 但是中长期绿色通膨 一定会到不是不会 所以对房价泡沫也是一个助难剂